祝 we to go to the same place as we go. 愿主与的门同在 愿主与的心灵同在 共督圣马尔古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祢 那时候耶稣离开提格地区 经过西东 走向扎里乐亚海 到了石城区中心地带 有人给耶稣带来了一个又聋又牙的人 请求给他护手 耶稣便带领他离开群众 走到一边 用手直伸进他的耳朵 并用头摸他的舌头 然后向天长谈 对他说 二发达 就是说开了吧 他的耳朵立刻就开了 听得见了 舌戒也结了 说话也清楚了 耶稣就 祝福他们不要把这事告诉任何人 但是他也叮咛 他们便也大事宣传 人们都十分良起地说 他所做的一切都好觉得 居然是龙子听见 是牙巴说话 基督的福音 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该做的事不该做的事 坏的事好的事我们都其实我们知道的 不必说的 所以有时候我们来办告诫之后 每一个人包括神父我们告诫 其实我们知道我们做的东西是不该做的 还是继续做 那我们为什么还是选择去做 其实 分别就是我们懒惰想 当我们懒惰想的时候 我们就不用想这样多了要做就做了 后果后来才讲 所以我们就说就这样 哎呀 反正都每个人都是做 我也是继续做了 但是如果每个人去跳楼 我们难道也就一样去跳吗 也是没有吗 我想讲一下 有时候我们要做要说一句话 做一件事要好好的考虑说 该不该说 该不该做 直接上在外面社会也有这样的这样的思想的 就是为什么现在 现在 尤其是现在了 可能疫情到现在 尤其是在疫情的时候 四年前五年前 很多这些影片出来 讲到道德 关于道德的 我看到很多英文的 其实中文也是很多 就讲到 比如说一个老板要去考验他的那些工人 看工人怎么样对待他的顾客 就自己可能变成好像一个乞丐这样子 就是去他的店 假假当做一个顾客 然后看他的工人怎么样对待他 还是一个可能一个大老板要请人 然后把那些工人 要请的工人放在飞机上 然后放另外一个他自己的工人在那边 看他们怎么样对待他 其实这种影片真的很多 看到我们现在看到 你一看 你知道 知道他总结 因为 好像我讲 我们每个人知道该不该做的事 但是还继续做 我们很多借口的 所以 问题现在是 为什么我们还是会选择这样做 有的时候 因为我们没有想到 别人会有怎么样的反应 我们知道 哎呀 这个人 他没有关系啦 我讲我做 他的事啦 我要讲我的做 我的事 不用管 读经的 讲到很清楚 但一个人进圣殿的时候 他们的圣殿 如果一个穿到漂亮的 一个穿到这样的乞丐的 一个是好的位置 一个在一个角落 为什么要分别 对待他 我们 我们人 我们的脑 一看这种东西 这种情况 我们也是 我们可能会说 我不会这样子做 但是最后 我们的 还是会这样做 一秒 两秒之间 我们已经判断一个人了的 他怎么样穿衣服 怎么样 怎么样讲话 比如说 我上次 我记得 我不能去哪里 我忘记了 然后 你懂我 我平时穿的衣服 那种 卡顿卡顿的 T恤那种 然后穿又 不像神父的 然后去到一个圣堂 有人以为 是那边的工作人员 就问我 问东文西 其实我不懂 我不是这里的工人 后来我再穿 我的那些 神父的衣 他就看到 对不起神父 我不懂你是神父 因为你 你穿衣服 不像神父 他就讲 就算 我穿 还是不穿 我神父的衣服 有什么关系 你不应该 认为说 这样的人 就是 你 你就是 工作人员 我以前在 新加坡 还是有一次 那时候 我带我的 我们的会员 新加坡的 下午 然后我就 穿短裤 下午 然后我的头发 就很短 然后有一个人 来找 找法德 他就问我 问法德 你们是不是请了一个新的 监督 他就问我 他就这样 哈 OK 所以 脑 我们怎么样看人 很明显的 所以有时候 因为我们的脑 就是很 一个 英文叫 Tono Vision 这是看 前面罢了的 旁边看不到的 所以今天 耶稣 当他 以这个 耳朵聋 这个哑巴的人 说 他是说 开 就开吧 开了吧 解开 他不是说 解开他的嘴巴 还是他的耳朵 而是他的脑 他的心 因为如果他的脑 他的心灵 解不开 他也不能够接受 耶稣所说的 二发达 我们也这样子的 因为我们的脑 有时候真的是 好像一个小小一粒球 这样子 看不到外面的 是看到我们自己的世界 所以我们是要 每一次要提醒自己 也是要 听这句 二发达 二发达 开了吧 开我们的心 开我们的脑 因为我们开的时候 才会明白 为什么耶稣这样做 因为耶稣 他不管你是谁 他还是会帮你的 他不管穷人 有名人 有钱人 只要他们需要帮忙 他就会帮 我们也应该这样子 不管那个人 是激到我们 激到不能怎么样 我们也是要帮的 这因为我们绝不是 天主的子女 所以今天 我们就要 祈求天主 一直对我们说 二发达 二发达 解开我们的脑 我们的心 让我们能够真的 每个人看到我们的时候 能够看到天主的爱 不是 只是看到我们判断人 而且 是真正看到 天主无限的爱 连续 就一张 准一张 明天主拉 多数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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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年 这个 这材料 证明 就制ói 何人 何人 adalah 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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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罢了 何人 仍费 很 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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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en they know it is not supposed to be done. Suppose the moral compass might be broken, might be defective, depending on how we are brought up. And so our lens is tainted by how we are brought up and how we see the world. In the recent years, you will see many, many videos, YouTube channels, TikTok and whatnot, encouraging people to be good, to be morally supportive. But why is there a need for all these videos when we all know what we are supposed to do? And there are so many videos now that it becomes very predictable. The moment we look at it, the title, we know what's going to happen. We know what's the conclusion. It's because we know deep inside us, but we just simply choose not to because it's easier not to think so much of the consequences, but just to do it. We will deal with the consequences later. and sometimes we just don't really care about the other person. And this is something that is happening in society and even in church. This is why in a second reading, we hear saying, whether a person dresses nicely or whether the person dresses badly, they come to a synagogue, you still treat them the same. Otherwise, we are no better than corrupt judges because we are corrupt. Our moral compass is already corrupted. and when something is corrupt, it can never be repaired. And so, if we want to be like Christ, we need to have our moral compass tuned all the time so that it can conform to the moral compass of Christ. We need to have an Ephata experience. The gospel tells us that Jesus heals this man who is blind and deaf saying the word Ephata. Now, he's not just curing him of his sight and listening, but also to allow him these words to sink in, to say that you open your mind and your heart to receive that healing. If our minds and hearts are closed, we cannot receive anything. So, it is important for us, this word Ephata, to always be in our hearts and our minds because without having, opening our minds and hearts, then it will be difficult to do anything because we can only see our own world and our own worldview and not how Christ sees things. Christ sees things without distinction because he heals everyone regardless of their social status. But we sometimes treat people according to their social status, according to how they behave, how they dress, and whether we like them or not. But that should not be the case. It should be unconditional and all-encompassing, which is what Christ did. So, let this word Ephata be always directed to us so that our minds and our hearts will always be open just as how widely the arms of Christ open to save the whole of humanity.